一个就是一个放生的一个事情 关于一个本地的放生的一个事情 他们都不确定了 他们想请师父开始一下 就是这么有个余老板夫妇 自行在网上建了一个放生群 有不少同修加入 每当初一十五和佛菩萨大日子之前 余老板就在群里发布消息 问哪些同修需要放生啊 放多少群的鱼啊 然后呢 他们根据所报的钱数 他们就定去去进鱼 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烧死 他以后会被烧死的 这个余老板以后会被烧死的 我跟你讲 他烧死的时候 被火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下地狱 他就是利用了同修 这个得到 就是我们同修之间的词笔心 就提前像打广告似的这样说 我们再去买他的鱼 是这样吧 是这样 他是在 他是 他是在做生意 他不是在慈悲心 他利用人间的慈悲心 做那个 做那个生意赚钱的话 他死的更快 比一个开海鲜馆的 餐馆的 饭店里的老板死的还要快 而且还要惨 哎呀 明白了吗 师父 真的是 现在的放生啊 我觉得师父 我就是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放生 人家有一个放生小组 他们晚上去海鲜批发市场 就是救这些刀下鱼 然后再装车 装好了之后 他们忙很长时间 装好了 然之后才去救 这种才是真正的慈悲放生 就去救当下的鱼 而不是说是那么提前定鱼 我这样说对吗 师父 对的 对的 只是 只是没条件 明白吗 对对对 你比方说 当下的鱼到海鲜市场 大家去了 说我把你的鱼 全部包下来 全部包下来 我去放生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应该这这就好 如果你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提前鱼 约好了 他就 你要多少 他把你捞多少 他赚你这个钱 赚你这个钱 不一样的 哎呀 不一样啊 当然了 这种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不是 不是什么大日子 我并不提倡 大家太多人放生 其实有些人 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放生 我知道的 大概将近有几十个人吧 他们都是默默无闻放生 而且都延寿了 全部在在梦里 吃到自己的长寿面 看到乌龟啦 而且看到轻松啦 有的人看到 因为做梦里面看到轻松啦 还有紫竹铃啦 都是严寿 还有看到那个 软软升起的太阳啦 还有看到乌龟啦 还有吃面条啦 全部都是严寿的 还有吃蛋糕 也是严寿 哦 都是严寿啊 蛋糕不就是 Happy Birthday嘛 就是 生日不就是蛋糕嘛 哦 哦 所以 人家不就这么样放吗 对不对啊 你这个放生 你应该要努力努法 至少 那个鱼老板 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就是他真的是 也是个修行人 他不赚你钱 哎 他这样的话 说不定也好 为什么呢 有两种 第一 他把这个鱼捞起来 不让人家捞了 对不对啊 那人家捞了 人家去杀掉 送到饭店里 你把它捞光了 人家 人家 就不能把这些鱼捞去杀掉 那么你给这些同修之后 这些同修可以到另外一个户里去放 可能那个地方 不是专门打骗的 给人家捞鱼的地方 至少让他们能够存活 不会死在当下 明白了吗 嗯 而且他赚钱 他心好 这个鱼就好 他这个鱼老板 赚钱 所以鱼老板 我告诉你 要是坏起来的话 其实有些事情我不能讲 我也不想讲 像这些人 有些人 我告诉你 早就应该死的人 我就不想讲 如果 如果 这种 如果 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恶事 只要有人咒咒他的话 天上马上可以把他守抖 嗯 所以不要以为 在人间狠得不得了 这很多人整天在 整天在 在在搞人了 搞人家的人 玩火者自焚 这就是 这是主席讲的 毛主席讲的 是 小时候就说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砸自己 搞别人 对对 搞别人的人 一定会把 被人家搞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尽不价 也要 我们 不要弄 了 又 不仅 人